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五下午的2点36分 涨82点 82点不多 以目前指数的位阶 1万7 涨82点只有0.4%而已 相当于 之前在万点以下涨40点而已 当时在万点以下如果涨40点 你会觉得多 不会嘛 是不是 所以今天涨82点不多 问题是今天好热闹啊 今天好热闹啊 牺牲了一家台积电 成就了更多股票上涨的机会 台积电今天收盘的时候跌了9块钱 盘中最多 跌了16块钱 光是一家台积电最多 占指数跌了120点 结果指数还能够撑得住 金融股做出了贡献 挺住了台积电的指数跌幅 让各股 让很多中小型股 全部都起来一起表现 所以今天是很热闹的啊 今天热热闹闹 钢铁也涨 航运也涨 对不对 纸类也涨 塑胶也涨 电线电线也涨 电线电线也涨 也涨 电线电线也涨 也涨 医疗手套 对 比特币概念股 甚至于 晶圆制造 记忆体的部分 今天是很热闹的一个行情啊 这个行情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 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 我在两个礼拜前我就预告了 开始进入40天的循环 尤其40天相行整理结束之后 开始进入全新的40天多头 而且是以震荡的方式 以震荡的方式 不是急行军 不是 像前面那一波就是急行军 即使走很快 这一波不是 这一波是震荡推升 一直震一直震 越震越高越震越高 你了解这样的结构 你就不用怕 打下来就是让你买 所以你心要定 行情涨涨跌跌正常 你看礼拜三 从涨100点变成跌260几点 很多人笑到一路杀股票 很多老师都说我初心持股了 我降低持股了 刀子磨很利 很多人都说我刀子很利 稍微一回头就赶快砍单 刀子磨力要做什么你知道吗 刀子磨力是要切菜的 是要切菜的 不是刀子磨力拿来剁手剁脚的 你有多少手脚可以剁 那你会去乱剁手剁脚 稍微一跌就要砍股票 代表你对于整个大盘的结构不清楚 代表你对于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你没有事前的预判嘛 所以听我的节目你要做记录 行情我都说到头前给你听啊 你刚好一月份的时候是不是讲 我一月的时候预告了嘛 进入40天的区间嘛 40天走完之后我告诉你 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40天多头嘛 而且还预告是用正的方式 我都说头前给你听啊 你如果每天听节目 有用心做笔记 有用心听进去的话 这个行情你不应该自乱手脚的 不应该啊 所以开始会跟大家讲过 你要去掌握主流群在什么地方 昨天礼拜四晚上 美国股市再创历史新高 今天亚洲股市其实也没有很强啊 这波全球都一样 你看道琼有很强吗 也是慢慢越震越高 对不对 美国已经算是最好的了 你看亚洲股市的部分 南韩 所以也是很慢 满吞吞 还没有创历史新高 日本满吞吞 也没有创历史新高 香港最近也是慢吞吞的 对大陆股市 新加坡最近也是慢吞吞的 大陆股市 因为跟美国之间在抗争 所以大陆股市是几乎是被压着的 台北股市已经算是最好的 可是全球步调都是这样 慢慢来慢慢来 那你不要看它这样慢 精彩喔 真精彩啦 你只要避开不应该碰的 你有很多赚大钱的机会 这个行情是担大钱的行情 你听不懂 这是一个赚大钱的行情 这是一个赚大钱的行情 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主流 我跟大家讲过 你看前面这一波 前面这一波的大涨 细琴店 重点在外资作涨 对不对 全职股 都吃股票在冲头走 过完年之后 我说 起关键不好 对全新 中小型的股票 会对抵不起来 你看到讲完之后 从过完年以后 指数只有八九百点 你看一档一档 底部的股票都抵起来了 华硕技嘉 对不对 8924的大田 3526的返甲 甚至于 2108的 南帝 身锋 一支一支都 没起的都抵起来了 那这一波的40天 会走什么 一开始你就要定位好 既然指数空间不大 慢慢振慢慢振 大型的全职股 就会比较吃力 对不对 所以你这段期间 你去买台积电 你就贪不钱了 你去买鸿海 你也赚不到钱了 你去买联发科 你看今天涨 82点 今天有蛮多 涨停板的股票 今天涨停板的股票很多 对 今天涨停板的股票很多 有56家 那今天这种行情 竟然还是有 4家跌停板 这4家都是怎么样 金利科已经第六根跌停板了 600下到300了 为什么 高档股票下来啊 有没有 深圈 55变40了 都是起金管的 要等 500已经存200了 所以上礼拜 我就跟大家讲过 这波的多头 管的会落下来 大型全职股 台积电 联巴科 鸿海 那卫典党 都是底部 抬起来的 都是底部 抬起来的 是不是跟我预告的一样 完全都在我的预料中 你看今天 电子股剩下60%比重 航运股 8.8% 钢铁股 8.1% 塑胶股 4.6% 今天大家都在抢这些 塑胶 对 大家抢塑胶 抢钢铁 抢航运 再抢电线电缆 因为电线电缆它也是 它虽然不是钢材 它是非铁金属 涨跌几乎都是同步的 所以非铁金属 电线电缆就是铜嘛 主要就是铜线嘛 今天也跟着大涨 那你让指数涨80几点 没影响嘛 你有一天这么多碳钱的钩票 你只要不要压错掉 所以一开始我跟大家讲过 台积电这一波 恐怕会缺席啊 我一直讲台积电这一波恐怕会缺席啊 果然是不是已经很明显缺席了 对不对 红海这一波恐怕会缺席啊 包含日月光 这一波恐怕也会缺席啊 真正的焦点已经不在他们身上了 因为指数没有空间 让这些大型股来跑 大型股唯一有机会的 金融股 富邦金 金融股有机会 在这波行情里面冲出去 因为你光是靠小型股 指数不会动 你一定要有一组全职股 能够顶替 联电台积电日月光 联发科 他们的冲击 那就是金融股嘛 你看金融股一档一档起来 富邦金 已经八十块钱了 昨天外资买到第一名 就是富邦金 一万七千几张 今天虽然说没出去 没差 下礼拜随时又会再充 我们从 四十二块钱买上来到现在 你看 已经买五十%了 已经四十几%要五十%了 你们都知道嘛 对不对 富邦金 我讲的时候在哪里 你都知道啊 我讲富邦金的时候 在那四十几块钱 现在已经六十了 我当时有讲九十 我不会乱喊的 它有那个价值我才会讲嘛 那你要视线就预判出来 不是够买啊 才跟着市场在追高嘛 是不是 最近很多人问我 富邦金能够买不 六十块钱还可以 可不可以买 如果会涨到九十 那你说六十可不可以买 但跟我们成本比较起来 有差点多 可是如果六十会涨到八十 会涨到九十 也可以买嘛 可是这个地方你要买富邦金 反正我会推荐你买国泰金 反正我会推荐你买国泰金 为什么推荐买国泰金 因为一开始我押富邦金的原因是因为 富邦金去年 赚8.53 国泰金去年赚5.4 两个获利落差 蛮多的 那我在买富邦金的时候 国泰金是39 富邦金是41 两个人差两块钱 富邦跟国泰差两块 一个贪八块 一个贪五块 所以我当然是押富邦金嘛 可是涨到这个地方来 富邦金当然领先了没有错 可是第一季 富邦金4.89 国泰金4.5 两家公司第一季财报差不多 可是股价一个四字头 一个六字头了 所以时间环境空间不一样 选择你要有不同的思维 一开始压是因为富邦金赚的比 国泰金多很多 价钱差不多 那现在价钱 获利第一季差不多了 两个获利 两个股价已经有差距 差10块钱去 所以这里你要买富邦金 反正我会建议你 应该要注意国泰金 给大家参考啦 但或许你对金融股没兴趣 也有可能啦 那也不强迫 现在有很多好的机会点 重点是你要压队 重点是你要压队 我今天跟大家谈一个东西 今天跟大家谈一个东西 多头列车 vs多头马车 这边的意思 这个是多头列车呢 还是多头马车 你们一定认为说 啊不都同样 多头 有人说多头列车 也有人说多头马车啊 不同样 什么叫多头列车 多头列车就是有个火车头嘛 有一个火车头 带着一列车跑 也就是说 行情里面有龙头厂 有龙头的股票 带着整个多头气势跑 就像前一波 载家起来一家 那段时间 台积电联发科 红海 这些大型的全职股 带头冲 其他 中小型股 带后面冲 所以这叫多头列车 有一个龙头很明显的标的 在带动整个多头的行情 这叫多头列车 那什么叫多头马车 多头马车就是万马奔腾 很多匹马一起在跑 你看最近 钢铁也来 航运也来 子类骨也来 对不对 很多类骨同时一起动 这叫多头马车嘛 所以你要分清楚 如果是多头列车 那你一定要做龙头骨 就像当时 台积电联 联发科充 我押日月光 我押国具 你要去押这些重点的龙头厂 那现在多头马车了 你就有很多的选择 不是唯独 某个族群而已 你有很多的选择 可是当你在选择多头马车的时候 你要拚中 也只要赔给金 很多匹马在跑 你不要乱骑 你要骑到那个摆脚买 走不多久就跌倒了 那你就苏联家了 你要挑什么 你要挑赤兔马 能够日行千里 一走选未来 走得矩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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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的 懂吗 所以多头马车 你要挑赤兔马 不要骑不到 不要看到钢铁你也要 航运你也要 纸类你也要 它骑不到 不要骑不到 等下赤兔马就难过了 你一定要挑赤兔马才可以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 这波是很好赚钱的行情 只要你敢做 你就会赚钱 赚多跟赚少 那你要赚多 你要买什么 你要找底部的 你要找底部的 跟底部的 这波是所有低价 低档都买起来了 为什么钢铁骨炒那么凶 可能你会认为说 钢铁骨是拜登 他在拼基础建设 对不对 所以钢铁骨 雨露均沾 你看美国在拼基础建设 干你台湾什么事啊 钢价涨 你要不要看钢价什么时候涨 钢价涨幅最大是去年啊 去年钢价 对非铁金属涨最凶啊 可是去年这些股票都不涨 在原料大涨它不涨 反而原料现在高档震荡了 飙翻天 所以除了话题以外 再炒低价的 再炒低档的股票 懂得没 你看2498 连这支就会去啦 你看 连这支就会去啦 我不是叫你买红达店 红达店有什么好买的 了钱了成这样 有什么好投资的 以投资的眼光来看 红达店根本不值得投资 因为什么时候会下市 你不知道嘛 每年一个股本 一股股本赔下去 那边在山西里头 拜拜 Game over 那这种股票都会涨 代表什么 代表低价的低档的 因为几手去那万七啦 你知道是低价低档的 感觉都是落后嘛 落后它就有补涨的机会嘛 现在行情就在走这些东西 对 包含大力光也是低档的啊 大盘起到万七啦 古王大力光竟然在低档 今天就上来了啊 对 玉金光也是 大盘长到这里来了 玉金光在地步 现在买起来了 但玉金光你说大力光 业绩衰退 玉金光业绩可是创新高的啊 业绩可是创新高的 只是被某个 把人在一直打压它一直打压它 把他的利多都压着 不让它动啊 可是大盘长到一万七这里来 低档的股票一支一支都会起来了 但低档的股票上来 我希望你用心去找 找什么 找有本质的 营运赚大钱 成长性持续看好 股价在底部的 你不那个齁 那个才叫什么 那个才叫千里嘛 那个才叫赤兔嘛 如果只是因为低价低档 那有可能跑到一半 就变半价买了 当天我在说什么 我们看一下今天 一些重要的股票 对 今天金融股 找盘比较弱 尾牌就上来 下星期 反正又冲出去 国泰金 富邦金 下星期搞不好都冲出去 你看昨天外资大买在买什么 可能今天塑胶股很强 可能今天钢铁股很强 可是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百胜 这些低价的外资比较没兴趣 外资在买一定都是相对有一定体质 而且获利比较好的 你看昨天外资买到第一名 就是富邦金 元大金 国泰金 台新金 玉山金 外资都要买银行股啦 可是你想啊 这银行股也不较强啊 你眼睛只有眼前 你能不能看未来 外资在大买金融股 你说金融股会不会涨 眼光看远一点 眼光看远一点 当然也不强迫啦 喜欢买什么是你的事 你买得开心 重点是能够赚钱 才是最重要的嘛 你买其他股票能够赚到钱 也是恭喜你啊 也是祝福你啊 重点是你要敢做 不要换得换失 换得换失 那永远就赚不到钱了 最高杀低 那更是种下败因了 你看今天跌升的股票 针鼎也赚起来啊 对针鼎也赚起来 针鼎也赚起来 针鼎也赚起来 虽然 毛利率被苹果压低了 可是人家一年也赚个八块钱嘛 一年也是贪八块的公司嘛 贪八块到的公司嘛 所以这种低档的股票都会起来 可是能不能走远 要看它话题足不足够 话题足不足够让它走得远 跌升反弹都有机会 跌升反弹都有机会 郁金光两天而已 两天刮八十块 但年限还没过去之前 这里会振 这里会振 买也是会浪求 目前进入三十七天的上涨周期 企团就不要再去堆了 你看最近群创 关键嘛 高档套劳赚到啊 这暂时都要税了 最终高档的股票又爆量的 你不要去堆 又赚底部的股票又来 这是一个赚大钱的行情 这是一个很好运用的行情 你用很多赚钱的机会 对 原项 这也会再起来 这也会再起来 算这波回得比较快 年限铺在下面会再起来 任天堂 已经在增加拉货了 任天堂今年 Switch的销售 会再创新记录 对 顶炫 现在息指标 这有力的金区 这今年一股可能贪了20块 一股可能会赚20块钱 你看深丰 其实买起来 说说大家不习惯 那种分盘的交易模式 所以刚开始 疑性深暗鬼 股票黑白台 没关系啦 反正黑白台 你黑白台嘛 有卖有赚嘛 我相信深丰卖的 没有人是赔钱的嘛 是不是 涨了一倍多 随便卖都赚钱啊 对 只是差别你是赚一倍 还是赚1.2倍 还是赚80%而已嘛 差不多在这儿 都赚钱嘛 没没了 筹码沉淀了 后面碎碎会再去啊 基本面没有改变啊 医疗手套还是缺货啊 南地也是啊 是不是上来了 两天南地又涨了8%了 两天又去8% 那筹码洗一洗 也是还会去啊 今天炭40块 北米才7倍而已啊 对不对 深丰今天炭40块 北米才8倍而已 8倍不到啊 这种股票都还有涨的机会 后面又有点的 这个就要赤兔嘛 这个就要赤兔嘛 走路咕咕痕痕痕的 走路咕咕痕痕的 那你忠实话 你看第一次我说的 我上礼拜我买进 礼拜一大涨 礼拜二压回 礼拜四又拉快涨停 外资买超 在礼拜三又是第一名 一万四千几张 英雄所见略同啊 因为我的选股方式 跟外资的选股方式 其实是很接近的 我们长期在磨合 长期有在注意外资的操作 它的选股思维选股方式 所以大概都知道 所以他会讲 这一波的行情 外资我估计他不会去 买台积电 果然嘛对不对 台积电要去到不去的 忠实话再注意哦 每股净值 21.5元 大盘涨到一万七了 竟然还有股价低于净值 要那一半的公司 而且题材还那么优厚 对题材还那么多 营收 三月营收成长了85% 这是我所讲的嘛 你要去找的 不是低价低档而已 在低价低档之中 要去找 有本质的 有体材的 后面空间大的 你要去找那种的 那这波行情指数 慢慢振慢慢振 没差 你同样 30% 50%一直要弹下去 一直把它转下去 对不然你去追高有什么用 你看创意 昨天涨停 今天大跌 一天而已 好像一天而已 有意义 没有意义嘛 对不对 创意很高 起很高 对不对 我不在泼它冷水 赚六块股价在 四百多还不高哦 本益比七十几倍不高哦 你觉得可以 那我也没意见啊 反正我是不会去买这种 那么高本益比 获利不怎么样的公司嘛 对不对 每个人选股的想法不一样 所以它这个也有机会啊 所有利多急于一生 都没去 这后面也会補去啊 所以类似这样的标的 营运很强 利多一大堆股价还在底部 相对低档的 在这波行情里面 逐渐都会被人家锁定住 一支一支就会爬起来 对啊大田我讲过啦 大田你就不要去堆了 四十五天 周期已经走完了 四十五天走完 你再去堆就没效了嘛 就没去了嘛 所以你要把这波的主流分清楚 你看太鼎 两天啊 是不是两天啊 我拜三就讲了 礼拜三我就讲了 不信你回去 把礼拜三的节目调出来 看我怎么说 太鼎了 我拜三我就讲了嘛 对不对 每一支股票周期不一样 每一支股票时间周期不一样 大田走四十五天的周期 旺系走二十四天 二十五天的周期 太鼎走三十天的周期 三十三十三十 这最后这两天 原本盘到快三十天的时候 最后两天突然杀下去 把大家吓到嘛 可是整个时间正好在礼拜三 第三十天嘛 所以你去看礼拜三的节目 你去把它调回来看 刚刚我在讲太鼎的时候 我是不是讲 两日之内你会看到反转讯号 好不好 我拜三就讲了 两天之内你会看到反转讯号 那果然这两天就几涨了 这两天就收起来了 那反转去明确之后 这就又去啦 因为太鼎 去年业绩六点三 创下历史新高 今年第一季又成长25% 而且老板说 今年获利会在成长15%到20% 所以太鼎今年没股获利 我估计应该七块钱以上 你去注意太鼎的走势 你会发现到 太鼎每年都会涨到七月 每年四到七月都是它的多头 这古年四个去那七个 每年都是四月涨到七月 都固定的 有没有 每年都是四月涨到七月八月 那现在才刚开始而已啊 现在才刚开始而已啊 当获利创新高 时间周期结束之后 后面太鼎要注意 又去当底部的起涨股 而且获利创历史新高 所以你要往这方面去找 这一波是赚大钱的行情 比特币概念股 技嘉卫星都冲出去了 我技嘉被洗掉了 洗掉就洗掉 我又没那么垃圾啦 冲出去之后 哎我还有 那如果掉下来我卖掉了 连人家不会做这种事啦 我待在家没 我105卖掉 卖掉卖掉了 无所谓 我再找下一只股票就好了 那技嘉是有条件啦 比特币大涨它是正面受贿的 你看技嘉一个月营收110亿 微星170亿 对很多人在讲利台才6亿而已 印太2亿 对清云1亿 那种股票就是炒股票而已 实质受惠最大的谁 实质受惠最大的就是华硕 一个月459亿 比特币大涨真正受惠的是华硕 它几乎吃下了大饼 你看你所有主机板加动起来 没有一家华硕的多 这种意思 今天华硕也冲出去啦 我在上个礼拜的演讲场合里面 我特别讲了两只股票 有来天后才知道 都两只 技嘉跟华硕 我上礼拜的演讲有来天后 你都知道 我特别讲 技嘉跟华硕 华硕 今天创历史新高了 3991块 391块钱 我当时讲的 我讲的时候才240而已 我在240块我就讲了 目标上看400元 目标上看400元 四百来月 对 三到 现在已经有人创500 500有机会吗 也不可能嘛 对不对 今年 华硕一股 我看可能有 40块钱的机会 去年36 今年40块钱 很轻松啊 那如果今年赚40块 不过来 涨到400本比不过才10倍而已 轻轻松松嘛 所以我划锁的 铺铺铺喔 不要叫水起喔 这个又去的工具 这个又去的工具 今天国具小跌2块钱 没得到啊 因为日本两大厂不冲啊 今天日本两大厂也是平盘 所以两大厂不冲 你国具只能原地踏步在等日本 所以你要注意 当日本两大厂如果冲出去的时候 就是国具要冲的时候 最终国具最好做 看着日本来做就好 那第一季的营收 又比去年第四季旺季 多成长5% 现在有人估计 国具第一季10块钱 我是不敢那么乐观啊 我是估大概9块钱 应该是没问题啊 那如果第一季9块钱 那是不是很优秀 对不对 第一季如果9块钱的话 那今年的获利 绝对会比去年好很多嘛 去年是27 今年如果第一季就9块钱的话 那今年起码应该有35块以上嘛 所以国具后面还是有机会的 现在就在等日本两大厂 但价格有点高 也不适合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做 你就选择适合你资金大小规模的 适合你个人习惯的 还有很多能够让你赚大钱的个股 今天风力发电也在动啊 所以这个行情就是多头马车 在多头马车之中 你要找能够咕咕等等的赤兔马 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跟大家畅所欲言 认同我的想法 国家表我来的车 我们一支一支 继续50% 50% 继续再拼下去 我们的副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